又有人整形致死 这回是一名30岁的男子 他一月份在东区威亚纳诊所 找整形名医成为羽绒鼻 却当场吐死 接到诊所柜台小姐来的电话 他只告诉我说 你弟弟心律不整 这四个字 心律不整 送往台北马街医院 三分钟之后 我接到台北马街急诊室的仪式来电 他说 你弟弟到院前已经心调停止了 手术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 甄所说 才刚全身麻醉 死者就陷入昏迷 呼吸困难 体温飙高到43.6度 成为于当下判断是恶性高热 实施降温平补急救 家族质疑没有立即送医 才会措施抢救时机 为什么要让我弟弟在这个 诊监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 就是没有药物的情况下 然后他就 白白的走了 避重就轻的告诉我心律不整 但是明明他就已经死了 为了追查弟弟死因 加速电出手术问题 就是麻醉 陈医师他本身没有具备专业的 麻醉医师资格 他们就是请 一般民间讲的 麻解麻解 然后 有刀你就来帮我麻醉 没刀你就去别间趴探这样子 这样子的态度 真的太草率了 陈医师说他们每天都是 在做这样的手术 对他们来讲这是小手术 但不好意思对病人来讲 他是人生第一次重大的手术 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掛工 抱歉 直到医师不回应 诊所也不回应 姐姐身内举下的说 死者隆比是希望面向更招财 上网找到明医 咨询了两次 很信任陈威宇 没想到财还没招到 明显没了 华中心太别复造